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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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还没有段前辈的消息 我带你回华容去 当真 当真 我们现在不如先下去用饭 这家客舍 一支独秀 靠的就是这里厨子的好手艺 还有他们家的那个牛肉酱 你不知道 拿着那个饼蘸着那个酱吃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枉此生了 这家我临走的时候怎么着也得顺一挂回去 否则这半年以后吃饭都不香了 行吧 看你口水都要流到地上去了 去吧 菜来了 好香啊 你这个小懒蛋 赶紧干活去 快 什么的 来份饼 对了 一定要配上你们家最好的牛肉酱 好嘞 您放心 这位姑娘满脸愁容 容我说两句 你看 活到我这岁数啊 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了 对你来说再大的事 过去之后 它就都不是事了 这个 我让小二给两位准备点热乎的 咱这肚里有神啊 心不慌 过来 牛肉酱饼快点 好嘞 掌柜的结账 来了来了 好嘞 谢谢谢谢 您慢走啊 谢妹妹 你看 如今他们 连做生意的这个行道 也是要跟人周旋 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曾经 以为我卖过了洗墨浆 就是天高地阔 没有什么能难住 如今我才发现 以我这一点微末的资质 别说大事业 连我娘交给我的小事业 都弄得一团乱 好 我现在 就一个性感 就是找到楚楚 把她送回四十八寨 你不是把她交给了白先生吗 你放心吧 白先生出身于行脚帮 这手上有杂七杂八的门路 要她护送吴小姐 你大可不必担心 客官 您要的饼银银 您请慢用 行脚帮是什么 车船垫脚牙 这五种人统称为行脚帮 这一条线路 有一条线路的兄弟 一般做买卖的叫 一手黑一手白 来 什么 先吃饭 一会儿别凉了 听人说话 不占你的嘴 车船垫脚牙 这大致说的是五种行道 驾车的 撑船的 开店的 行脚的 倒买倒卖的 这些人哪 恐怕走南闯北 倒不一定坏 只是 这里头呢 人多水深 规矩啊 大过于天 若是不懂事的肥羊闯进来 恐怕 绕到大霉了 那也就是说 楚楚现在不安全 不是 你别瞎想 他们跟丐帮一样 虽然是一些落魄潦倒 跑江湖的 但是都很讲道义 这里面的规矩大过于天 白先生呢 也算是我一个异地的人 他手上 有七八条行脚帮的线路 只要跟着他走不兜头 遇上地煞 这吴小姐 现在恐怕比你安全多了 那我能找他们帮我送信吗 我跟你说说啊 首先 我是跟王老夫人下山的 自从我掉进黑牢之后 我就跟他们分道扬镳了 现在也不知道他们人在哪儿 然后就是我表哥 他也跑了 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他不见了 那王老夫人回去怎么跟我娘交代啊 他们现在肯定正着急上火呢 还有 暗庄叛变 陈飞师兄的事 我也得回去送信 给家里的长辈知道 这里面牵扯了太多人了 你脑袋不大 倒是挺能装事啊 你听说了吧 华蓉那个女疯的 死得也太厉害了 不死了一下 也听说了听说了 太厉害了 你们说什么 你们不知道吗 华蓉县里那个小妾被地煞围攻 最后惨死在地煞之手的手里 是否有人帮忙收了尸 估计啊 这几天都葬好了 铁锦 这就什么事了 喝酒吧 阿飞 王者不可追 就算你回去了 也无济于事 有酒吗 好 常规的 拿壶酒来 来啦 酒来啦 那你喝 我外翁去世那么久 但是 段前辈一直对我外翁 还念念不忘 我 若我外翁转世投胎 现在 也该是个大小伙子了 如果段前辈 和他真有来世相见 这相差的年约 也不知道要几辈子才能追平 最重要的是 库榮首没有传人 只怕是真的要成为绝项了 只怕是真的要成为绝项了 是 站住 什么人 文将军 在下四十八寨 明封楼弟子 敢问吴姑娘 可在将军军中 怎么 有什么事吗 在下奉李大当家之命 顾送吴姑娘回寨 这一路 多谢将军照料 请将军 请将军过目 也好 本将军行军 带着吴小姐多有不便 还是大当家考虑周到啊 文将军 驾 走 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 耽误了行程 我起码便是 不是这样的 吴小姐 只是 我这军中静止粗憾 怕无意中冒犯了小姐 所以还是请吴小姐 早日回山寨才是 可是将军答应了我 带我去找阿斐的呀 吴小姐 这一路艰险 是 您还是随我们 早日回寨吧 大庄主 吴家小姐学聪明了 她手里的海天一色信物 是我们现在 最容易得到的 这一路艺术 阿斐 我这好东西 一定又是什么骗人的玩意儿 不是 我这个呀 叫百优姐 尝尝 真是 还没 看 糖 这一块儿怕是能噎死个把小孩子 你有那闲工夫买糖 你怎么不做点正事 这烦人没下一双眼 有人看这宏图霸业是正事 我看哄小美人高兴才算是正事 有什么高下之分吗 我还觉得我更风雅一点呢 谢公子 我看你这青龙还是得练 最起码得给你那嘴键是一个水平 不然容易有血光之灾 我跟你说我这个百佑姐啊 你尝尝 保证你吃了之后开心的说不出话来 行不行 那我领教一下 好吃吧 不好了 大摩托又来了 这可怎么办呀 这可怎么办呀 诸位请留步 是谁多管先生 是谁 许言内斯骂的什么破桃啊 怎么把丫头给粘住了 这多少人七老八十了都管不住自己的嘴 你这小小年纪 口舌之快竟然能忍住不成 你着实不容易 是谁 是谁 让我来说 你走 兑福 我会出现了 你来找我 一眼 你想什么 这位兄台气度不凡哪 何必跟这平民老百姓一般健身 我家公子脾气不好 感受有急 多有得罪 给二位赔不是了 哪里 哪里 不好意思 挡了公子的路多有得罪 花正龙一直没有杀你 是给你脸了是吗 他们什么人啊 只有你这条狗命 纯粹是因为你把那个该死没用的东西给我藏起来 青龙主 不对啊 这真是青龙主 怎么可能让我一根筷子就把鞭子打掉了 他最多不过就是一个青龙主的首相 我发现你变聪明了呀 臭丫头 我对女人向来是网开一面 运气不错 待我了了此事 到我面前给我磕个想头 咱俩就算没事 记住了啊 好 到厨房去看看 我这三春客舍 你已经搜过三遍了 没有你要找的人 闭嘴 你刚听清了吗 是他打我还是我打他 你怎么还有席子吃啊 我刚想说你沉稳了不少 结果还是不惊夸 我现在赶紧多吃一点 守得你待会儿打起来了 我要随时给你舍身 为你一下叫好主意 这泼皮 竟然敢跑到寻常客店来撒饮 是 像你这种 在世外桃源长大的 名闷正派小拍花 确实没见过 像四象山这个破皮无赖 瞧你这急功豪义的样子 这老头看着 不是很厉害啊 阿菲 这老头功夫啊 倒是稀松平常 不过 能勉强机身一流 因为这老头 惯使用阴招 就凭他的临场经验 都够杀你时刻了 你娘来了 都不敢轻敌 这么厉害 小兄弟 再坚持坚持啊 你这身子骨还不够硬了 这走了半天了 连秦门的影子都没看到 不会就是这座破庙吧 哪能啊 我秦门各大药地 皆隐藏于重重阵法机关之后 防御森严 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被人找到呢 这座道观只不过是平日训练 外门子弟的一座小小八卦阵罢了 在这境地之前呢 还有一座弥宗林 得闯过阵法才能看到 好了好了 放我下来吧 还有弥宗林 我看你累得够强 先你道观歇歇脚吧 顺便让老夫教教你些粗浅的 奇门阵法 看看你小子悟性如何 早就听闻奇门阵法 名震天下 弟子众多 还有大隐已于世 不插手江湖俗世之说 原来是此等藏匿必逝的方式啊 江湖纷争 你不惹事 事也要来惹你 这些防御阵法再精妙 奇门还不是横遭祸事 只剩拼到一个人了吗 道长 原来你们 走吧 道长 我之前在寨子里 没有听说过这么多江湖传闻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安全地 把你送回到藏身之处的 好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才来呀 这几日看你的行踪 我料想你回来这禁地 再次恭候多时了 好久不见了师兄 冯爻 你早已被逐出师门 又为了干什么 那自然是来探望师兄你了 我看刚才他背着你 师兄 你是受伤了吗 这世间有谁伤得了贫道 对不对 对 对 没伤变好 省得别人说我衬人之威 这掌门之位本来就是我的 如今该物归原主了吧 笑话 前掌门亲口将奇门托付于我 什么时候成了你的 你个连奇门入门阵法都学不会 一位的弟子小小的八卦阵都过不去 还想挑起奇门的大梁吗 谁知道那老东西抽的什么疯 把这掌门扶尘传给了你 不过你即便会什么狗屁的那些零碎 如今这奇门不也败王了吗 冯无言 你还好意思提起师父他老人家 前尘旧账我懒得跟你这个白眼狼计较 快滚吧 冯无言 面对老掌门的份上 拼到不想出手伤你 糊涂啊师兄 如今奇门就剩你一个人了 你若死了 这浮尘不还是要传到我手里吗 你死了这份信吧 就是传给这位小兄弟 也不会传给你 原来师兄你早有人选了 我 我跟你们奇门之间没什么关系 我还得赶紧回四十八寨呢 李生 有频道台 你不用怕他 那我要试一试 离开奇门这么多年 我一直苦练无依 如今江湖人称黑判官 想不到这些年师兄你 功力不减当年吗 冯无言 你非我奇门弟子 若要再来抢夺掌门信物 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这小子叫李胜对吧 我早晚会除了你这个祸患 不不不 我真的不是奇门弟子 李生 走 连个鬼都没了 看 我说了多少遍 这儿没你要找的人 搜多少遍都一样 不可能 我大仇还没有报 凭什么找不着 还没得到这个祸 你这么久去 这位 你不得 nause 还不上 好好吃 你不不不 什么都会发生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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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不不 死 这是他才会做的牛肉酱 谁啊 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这里 骗我 把这两个人立刻给我抓起来 不交出锦云尘 杀了这个臭严头 各位客官 万事好商量 万事好商量 问问问 九龙总 你这一双手上功夫天下无双 什么时候 倒对一个后辈言听计从啊 上头有灵 不可为 公子 姑娘 死罪吧 不 如此 fruit 回来了 你们 不 怎么 事儿 我 听说 先歇歇 有人在说两句话的东西 对不住 又给你惹麻烦了 阿北 冤有头 债有衷 不要连累别人 好啊 你终于不做缩头物贵了 终于打算出来还债了是吗 你说 让我怎么还 我不要你的命 我要你当着我的面 自断筋脉 跪在地上给我磕八百个响头 再让我戳个三刀六洞 咱俩以往的恩怨 也就此留了 这么难 我同你回去 要杀要挂 全听你的 只是 莫要连累他人 来 慢慢来 慢动手 你看 我们这个小店啊 就这么一个厨子 要被你们弄走了 我再上哪儿去找一个 不用你管 一大清早就堵着我的门 让我怎么做生意 你 橙山脚下三不管的地方 什么扭轨蛇针都有 你以为光是靠嘴田 就能混下去吗 阿飞 你看见那掌柜的 一双手了吗 救我 大事不好 青龙亲立在盟口 此地只许进不许出 只留死人不留活人 这个小板脸 也是自带倒霉之气 谁跟那一拨谁倒霉 还带着这么大个没坠 恐怕是要吃大葵的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这 这种场合 我也不大擅长应对啊 反正我是不想死在这 走 一个都不能走 拿住 什么都是 蛊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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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怎么这么死 烠 옷 老实在是 等等是 破血刀 老朽不知姑娘是难刀传 方才多有得罪 我等的恩怨既然与姑娘无关 那么就多有打扰了 姑娘可以跟你那位朋友 先走一步 来日有缘再见 老朽再向你赔罪 干什么呢 你这个老头 听到破血刀三个字之后 翻脸比翻书还快 见一时半会儿杀不动 便突然变得说 不知道姑娘是难刀传人 而这黑黑二字 更是文锁无比 我从未听过 一个人能在一句话里 塞这么多废话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姑娘 既然九龙所发话 你们能走 还是先走吧 本来就是说我牵连 实在抱歉 腿长在我身上 我愿意来愿意走 轮不到一个蚯蚓来管 我这个妹妹确实 有点没大没小 实在欺负兄长 但是说话还是很帅的 那好 上天有路你不走 地府无门 你非要往里闯 今日南北刀相聚在此 我青龙一脉 大物要灵教 什么南北刀 这香有毒吗 那倒不是 这香便和你们四十八斩的 少见一斑 恐怕 这是青龙一脉的传心手段 和那将属下当阳放的 穆小桥不同 青龙主不爱自己动手 最擅长群殴 他创了一派人多势众的 翻山倒海大阵 打仗不见得行 但是对付洛丹的高手 却是极佳 等青龙主亲至 恐怕我们就谁都跑不了了 人多不怕 就刚刚他说南北双刀 北 北刀知道是谁啊 我说南北有些大事 我看下来 你这个不怕 你帮你 你我看下来 你帮我 你帮我看下来 你帮我看下来 万万不敢领 要脸吗 且问问他 还敢动刀吗 没错 我确实发过重视 自费武功 永远不再动刀 也不再与人动武 钟声不能跟人动武 那倘若别人要杀你呢 不 trump 那就让他杀便 swiftly 今天在这儿的所有人 丧命于死 都是受你牵连 你怎么还不去死 要命啊 你 willing 要命啊 行吧 你这就算死了 这九龙搜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再说了 这四象山何时说话算数过 说得也是 论起武功 九龙搜未必排得上 可是要排起心狠手辣 他老人家恐怕是遇不到对手 别说是一个人死在他面前 就是死一千个一万个 都耽误不了他老人家 由着性子杀人 那你到底是想让他死 还是想让他活呀 四象山的人脑子都有问题了 自己主意前后都不一致 老实说错 打脸玩 退 青龙香也燃了 青龙旗也立了 各位的生死可不由己了 现在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 事已至此 只能趁青龙主位到 赶紧杀了他 讨治药药 我知道 我问的就是杀他的办法 全都运往上 人还战术 你出的什么搜主意啊 你现在看看在场的 还有几个能动的 你行你上 我 我可不行 没刀 我怎么打呀 谢公子 你可真是个能屈能伸的人物啊 给我上 快上 你那个小谷伞呢 小谷伞 小谷伞 你只有三尺清风之力 我有三寸长尺之绝 天一无缝 可走无间 你还要 果然是芙蓉神战花正魔 过血刀 在李前备手上 净化在无封 在李大当家手上 净化却在无匹 刀法是死人手了 不必太拘利于 前人的绝学 对啊 我外翁没的时候 我娘比现在的 我也大不了多少 她那套破血刀 是不定学成了什么学样 她说破血刀 就是无间不村 到底是祖传的 还是她自己编的 都不一定 我为什么要奉为闺蜜呢 要成为我自己 女侠 女侠饶命 饶命 女侠饶命 小心 小心 毒 花胸 二十年了 还有人记得我这老东西 只可惜啊 我的芙蓉神掌 在写江湖的时候 毕竟没有掌了 诸位 这香虽然只烧了一半 但是 怕也不是白烧的 青龙主应该就在这附近 我们要速速离去才是 不愧是北刀的传人 就算成了个废人 还有这么一帮狗腿子 上赶着帮你 你再出言不逊 信不信我一刀砍了你 来啊 砍了我啊 闭嘴 把她真干得出来 诸位 没事 你们都是受我牵连 吉某人 白死莫数 你们扣着我也没有用 我只不过是青龙主作下一条 会咬尾巴的狗 可是你们今天毁了青龙旗 灭了青龙乡 公开打了他老人家的颜面 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 有一个算一个 谁都跑不定 都得死 阿佩 你如今的样子 若是让你双亲见到了 他们心里该多难受 别再走见自己 好话就离会说 你还有脸提我爹娘 青龙主 不会真的来了吗 输人不能输战 我们出去 好 姑娘 咱们后会有期 文将军 君上且慢 属下参见君上 君 君上 阿妃 阿妃你没事吧 担心死我了 我能有什么事 你没事就行 文将军 吴小姐 朴子 你很喜欢的 她就是 你没事 你是 你脱迹 了 还不来 有些人 你去哪儿 无疑 哪儿 你为什么要把你rotl 你这样嘴围 她就在这儿 当初 文某断了姑娘一柄刀 姑娘不会记恨在心吧 日前 听说在华容 军上遇上了帝煞的人 我派人过去之后 华容早已经封城了 好在你平平安安的 还行 还行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你孤身一人 闯荡江湖 太危险了 那大可不必 你回去就帮我告诉甘堂公 我不是一个人行坐江湖 我还有 我可不认什么君上 周姑娘 吴小姐 念叨你一路 你们两个好久没见了 叙叙旧 一会儿我给你准备车马 把你送回山寨 不行 我们招惹了青龙主的人 如果我们走了 可能会牵连一整个客舍的人 四象山的魔头也来了 是啊 我刚才这么灭了青龙香 折了青龙旗 怕是不能善良 这 文将就来得正好啊 如果我们有遗疯的仇 我爱你 又会不会这样的 我爱你 你不想再看我 浪漫就像 欠你那把刀还没还 挥挥江湖与你 换起不放怕 等我替你踏遍天涯 巍巍江山 为你愿把热血洒 管它又是谁的天下 既然只是飘到那里 才是家 不如让我把你融化 当初也要无心 却化作坚实的铠甲 深爱无花